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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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可以令到身體健康 不過亦都有可能導致受傷 不少運動員 好像跳水、籃球、足球員 都會幻想一種眼疾 就是事務莫脫落 如果得不到適當的治療 可能會最終導致失明 我失明之前 其實我是一位中學的老師 任教數學、電腦、 生人事、物理等 我的右眼應該在我很早期 我相信我在小學五六年級 已經失明了 但自己不知道 自己當時沒有留意 直至上到中學的時候 身體檢查的時候 醫生發現原來你的眼睛 已經事貌貌脫落很久了 一場足球比賽 令陳雖然變成完全失明 我想是頭撞頭 頭撞頭撞完之後 其實都痛的 感覺上自己知道 嘩 撞得很厲害 長得都這樣 一九九九年的十一月份 星期四早上起床 照正常地疏洗 然後就換衣服 準備上學了 但發覺自己的眼睛 開始見到 有些頭髮絲在我前面 回到學之後 發覺眼睛的視力已經開始 越來越差了 差的程度就不是頭髮絲了 其實有陰影部分 慢慢慢慢 越遮越多 在大概兩三日之內 已經立刻幫我做一個手術 醫生在手術期間 他就告訴我 因為手術期間出血太多 所以手術就未能成功 我十一月份入院 到達二千年的五月份 醫生才告訴我 他說 你現在做了半年 你現在看不到東西 就證明你以後還是看不到 人的視網膜 是一片只有0.1至0.5毫米的薄膜 有十層結構 最重要的第九層 由感光細胞組成 負責將光線轉化為電流 再傳到大腦 第十層就是脈絡膜 負責提供養分 出現時網膜脫落 是因為第九層 和第十層之間出現空隙 好像牆壁和牆子分隔 時網膜細胞得不到養分 逐漸膚毀 而做運動導致的病情 一般都非常嚴重 時網膜是神經組織 是我們負責看東西的 唯一一個器官 王日軒是眼科醫生 接觸過不少運動 導致視網膜脫落的個案 接手撞擊後 眼睛本身想向後移動 但因為眼看裡 沒有位置讓眼睛再向後移動 唯有向橫向膨脹 眼睛好像扁了 壓扁了足球 打橫的直徑會增長 在這個過程中 視網膜會受到壓力 有可能會出現巨大範圍的撕裂 羽毛球的頭比較細 它的細範圍 如果打到眼睛的位置 很容易就直接打到眼球 試想像這個就是我們的眼球 這邊就是眼球的表面 而後面就是視網膜 玻璃就是頭骨 當它受到大力衝擊的時候 不僅是表面 而後面視網膜的地方 亦因為受壓而變形 Jimmy有成千度近視 最喜歡打籃球 可能小時候經常吃球餅 撞得多自己不知道 其實都已經有少少問題 其實主因都是因為近視太深 令到眼球變形變得太多 2009年左右 去完聖誕節派對 第二天起床 看到眼睛側邊有少少癢癢 有少少灰灰的東西 動一下動一下 不知道是甚麼 因為聖誕節拖了兩天 然後去看醫生 醫生立刻寫紙去眼科 看完就立刻入醫院 立刻說理事網網脫落 然後就排隊做實術 我左眼做完 大約隔了七個月 右眼又中了一招 因為最初我脫了一隻 我經常覺得 盲那隻我還有一隻 都看得下 但是到第二隻眼有事 就覺得不是這麼巧吧 根據醫學統計 近視大過600度的人 出現時網磨脫落的機會 是大約0.7%到6% 軟校沒有近視的人 高10至100倍 如果深近視本身 出現時網磨脫落的機會 已經是高過平常人 如果你再加上做運動有撞擊的話 可能出現時網磨脫落的機會 會更加高 不少出名的球員 都試過事網磨脫落 NBA紐約人大前鋒 市到達米亞 近視達到400度 英國前首相白高敦 在年輕時 一場籃球比賽 被對方球員頭上踢了一腳 結果導致左眼事網磨脫落 徹底失明 不要動了 林先生 做手術是現時治療的唯一方法 現在科技比較先進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採用眼內的方法 換句話說 就是做一個玻璃體切除 在眼把開幾個微創的傷口 新的儀器入眼裡 把玻璃體 即是啫喱抽出來 再在視目目穿孔的地方 做激光修補 再做一個眼內的填充 將一些特殊的長效氣體 打入眼睛裡面 可以用氣泡來鞏固視目目 手術之後 患者在康復期 一般都要放一個特定頭的位置 來遷就氣泡 壓住視目目的位置 來加速康復 但是運動導致的視目目脫落 就更加難醫治 很多時是一些大範圍的視目目撕裂 在視目目底部出現大範圍 直接裂開了 視力損傷 很視乎病人來看醫生的時候 受損程度去到多嚴重 例如病人視目目脫落 很早期已經立即發現到 黃斑區視目目中心的地方 未去到脫落 只是在旁邊的地方脫落 修復之後 可能視力受損就不會很嚴重 但是如果整個視目目都已經脫落 就算手術成功 都可能會打一個很大的折扣 可能只剩下一半視力 甚至一兩成都不奇怪 隨著醫學的進步 視目目手術的成功率 一般可以達到八成半到九成 不過說到底 最理想的就是 在運動的時候或生活上 好好保護眼睛 我們先打開點字書第十八頁 聲明之後 陳瑞賢現時在盲人輔導會教特製 每件事情的轉變 我們都要重新適應 包括讀書 以前是用眼去看的 看得很快 現在你要用手去摸 那個感覺性 你要很長時間才適應到 走路更加之辣 以前可能跳幾步都行 現在怎樣跳 逐步這樣走 整個的生活是改變了 以前喜歡做運動 現在就做多些室內的運動 最多就是踩健身單車 或者可能是彈吉他 他說 後悔當初沒有好好保護眼睛 當時其實是沒有 真的沒有想過 沒有去提醒自己 你的右眼已經不行了 你應該好好保護你的左眼 始終都是沒有想過 怎麼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如果我有同路人的話 我也跟他說 近時真的太深的話 運動真是最好 做些不要那麼劇烈 因為碰撞多的話 始終那個攝摸摸脫落的機會 是會大的 而對於詹姨來說 經過多年康復 脫離了失明的危險 至今仍然都有打破 不要玩機能遊戲 盡量都不要被人撞到頭 或者怎樣 盡量不要用頭撞 頂頭脫就不要想 絕對是禁止 最好是配戴保護眼鏡 好像我自己 我踢球的時候 我都會戴一個有保護性的眼鏡 例如避免突然間 有時球會散到你的頭 散到眼睛就不好 又或者你頂頭脫的話 你頂到眼睛就不太好